肥美硕大的松菜 被宋人沿河北上 一路带到北方 但由于水土气候的差异 松菜在北方根本无法繁殖 而此时 北方餐桌上的主宰是乌鲸 两个同属十字画刻的蔬菜 倔强地固守着各自的领土 不知是意外还是人为 棍种在北方的松菜和乌鲸 竟然杂交演化出了一个新的品种 白菜 而且奇迹般地适应了南北的水土气候 这种包容的特性 让它在明清时期 成为南北街宜的国菜